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都說穿什麼褲是不要緊的 人都不在這裏 這個真是非常嚴厲的指控 我覺得陸公為副局長 你真是要議政時停 有兩位議員 一位就說 有一個法國的公司 不用錢都做 一位張宇仁議員 就直接說了他的策略性夥伴 是煤氣公司 這樣就是挑戰你們 你除非就覺得 你倆說了很浪費時間 那些 不知穿褲還是穿裙在上面的人 一下來就按制 老實說 當日領會 我說你這樣賤賣資產不行 都是被人笑的 都是我們如果有得討論 用忠子待續 都是好像 今天張宇仁的下場 其實這個議會還有沒有品格的 如果有兩個議員 我們是honorable 我們是尊貴的議員 尊貴當然不是尊責 尊貴的付帳 好像葛珮帆議員那樣 尊貴的貴婦 其實人家兩個是尊貴的議員 有一個誠信 來告訴你 你如果不回答 就算了 按了按鈕之後 就回頭了 我覺得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比找人更慘 扔你們 有紀錄的 是不是 我再同覆一次 陳偉議員 我聽著他說 說有個法國的機構 他認識一個人說 免費做都行 總之你給他就行了 給地 給地就行了 當然你用地價計都行 當然董建華 都試過 因為那塊地就叫別人不要來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今天 有人是這樣在說的時候 你們不回答 就禁制 如果將來 出了差錯 那怎麼辦 當然 其實在和辭上面 就不會發生 因為你殺了別人 就是你通過了你的事情 你就不可能 張宇仁或者陳偉業 說的話變成事實 但是本會 的功能就是 是議事 所以有兩位 尊貴的議員 就是他的誠信 是非常得到大家的尊重 是不是 那你 人家說 言者循循 聽者妙妙 我夠了就行了 一會兒按鈕 不知道穿褲穿裙的 那些下來 是不是 還有原來 有石禮謙試過 穿短褲進來 趕著投票支持 這個政制方案 保皇不得 好嗎 主題 主題 吳楊昇議員 如果有中國銀行 起床 起床 有人說 喂 那個人收你五十億很貴 我收三十億 或者我免費幫你建 你會不會叫你下屬 喂 別討論 聽眾人說先 省回二十億 會不會先 當然會 我們現在講公帑就沒有人理 好 下一位